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胡善文Jonathan Wu 我是胡家龍Simon Wu 歡迎收看投資理財天地 Jonathan 去年美國股市一枝獨秀 我們應該繼續跟進 沒有任何人開車看後面鏡 因為你看後面鏡會發生什麼 你不看前面就撞車 就是這麼簡單 投資是一模一樣 如果你看回之前的回報率 眼睛都紅 特別是上一年看到那些特大科技公司 大家就要小心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上一年它升得這麼厲害 平均那幾個科技公司升了90% 今一年會不會再發生呢 我可以保證是不會的 是否多些或少些 就不敢說 所以我們今天就看回歷史上 我們有什麼教訓可以看回 這些公司或這些題目 在經濟周期上升得這麼厲害 會不會持續下去呢 第一件事我們應該看看就是歷史 大家留意一下這個表 這個表代表 代表1966年到2023年尾 到2024年今年的2月 就是看回美國股票市場 第一至第五最大的上市公司 佔了整個S&P500的指數 佔了百分之幾多個百分之 在1966年為什麼用這個表去開始呢 是因為那時候最大的五家公司 佔了四分之一整個股票市場 而在1966年是慢慢地跌到 大概1995年是大概10% 之後我們是沒有見過這個情況發生 是去到今年2024年的2月 我們見到最大的五家上市公司 包括Microsoft、Apple、Alphabet 就等於Google、Amazon和NVIDIA 是佔了S&P500指數的四分之一 不僅如此 在1970年美國投資者 有個概念叫做Nifty Fifty 這個概念就是 如果你買整個美國股票市場 50最大的公司 永遠都不需要再炒任何東西 又不需要回顧 如果你是不斷地投資到這50間公司 肯定賺大錢 每個人相信這件事 是去到1973年這50間公司是倒閉了 如果你比起這段時間的回報率 這50間公司 比起整個S&P500指數 的S&P500指數 是跑贏了很多 如果我們看回美國最大的幾間科技公司 上一年就叫做Magnificent Seven 包括我剛才所說的五間公司 再加上Tesla和Netflix 平均升了90% 今一年就沒有升那麼多 而Tesla是跌得不少 至少跌了20% 你記得升就升得那麼快 跌也一樣可以跌得那麼快 如果我們看回這七間公司的市盈率 比起1970多年的Nifty Fifty 市盈率是否特別貴 又不是特別貴 始終看公司值不值價去買 始終就要評估將來的盈利 其實我在80年代的時候 看到全世界十大公司 很多是日本公司 其實每個十年的改變是否很大 每個十年的改變是十分大的 為什麼呢 每個人都說人生有多少個十年 都是幾個 事實上每十年 公司和全世界經濟周期 都有很大的變動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表 就是代表每十年全世界十大上司公司 是哪幾間 在1980年大部分是電郵公司 1990年到十大裏面 有七、八間都是日本公司 2000年科技爆布 2010年大家記得中國是非常強的 特別是經濟上 所以你看到雖然只有三間公司 在十大裏面是中國公司 但全部其他基本上是有出口去中國 或者是中國有入口很多我們的資源 譬如是BHP 去到2020 就是剛剛三年多之前 就是全部變成美國科技股 再加巴巴和騰訊 如果我每十年都去找到最大十間公司的投資 我的結果會不會很正 都幾特別 這個答案 那個概念就是 我在每一點 每十年一開始買全世界十大公司 拿著十年之後 回補率會不會多高 大家可以留下這個表 這個表就是看回我們剛才所說的 四個乘十年 這段時間 如果你1980年買了石油公司 十年之後賺多少錢 拿著石油公司賺兩倍 如果你只拿著全球股票的指數 你會升差不多五倍 1990年就是日本最高的風期 就是你拿著在1990到2000年 拿著那些日本公司 你就不夠升一倍 國際指數升兩倍 科技爆煲那時候拿著十大公司 你就會跌了差不多一半 拿著指數就是跌少少 2010年就開始見到 中國那些公司和中國經濟很強的時候 那十年就有一點不同了 你會見到如果你買那十大公司 你是會賺大錢 是賺超過國際股票的指數 問題在哪裡 是因為Apple過去這段十年的時間 是升了十一倍 如果你抽出Apple出來 你不會賺那麼多 如果你在第二個角度來看 你不要說每十年才去改變你的投資組合 假如我們每一年都找回全美國的股票市場 十大公司去投資 如果我們用1957年開始 每一年回顧一次 1月1日轉回組合 變成全美國的十大上市公司 那效果會怎樣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表 如果你在1957年投資1元 10間最大的上市公司在美國 每一年轉一次 去到2022年年底 每一年平均是虧2.4% 你的1元 就是 差不多60年之後 1元會變成2號左右 問題是這樣 你說 蛤? 虧八成? 不僅是虧八成 不過你是虧了購買能力 你的錢 60年的1元 不是今天的1元 你有通脹 不過有一個事件 首先大家要看看 就是 如果是2013年開始 就是過去這10年做同一個 練習的話 每年平均有4.9%的回報率 這個是不是十分好? 也不是十分好的 如果我們看看 那7間科技公司上一年 升得這麼厲害 說真的 那句 過去這10年 這些公司為什麼 股票的價錢升得這麼厲害 當然 因為它盈利的增長 是相當不錯的 如果我們看看這7間公司 現在的市盈率 比起科技 爆煲在2000年 那時候的NASDAQ指數 的市盈率 實際上是便宜一點 那時候是很多公司的盈利 都沒有 不過市盈率是非常之高 或者它的盈利是很少 它是幾百倍的市盈率 這個項目就是 這些科技公司 會不會繼續這樣升? 就是看他們將來的盈利 可以維持甚至乎還有增長 如果他們現在在這一刻 停止 是不繼續升 甚至乎跌 是因為他們的盈利 那個增長 是比較失敗 而那個市場是沒有遇到的 這些這麼巨型的公司 的盈利這麼厲害 那如果我們說 未來的增長 它還有沒有水位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你想想 一間公司變成 大部分這些科技公司 在美國 都是全球最大的 那批科技公司 它升了一倍 它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 它再升一倍 那個能力在這裏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表 這個表就是比較 譬如橙色在左邊 就是那七間科技公司 加起來的盈利 就是有三千六百億美元 它們是大到 如果你再繼續看看 全個澳洲上市公司 那個市場的盈利 加起來都是八百九十億 七間公司是大於澳洲 大概四倍那麼多 換句話來說 這七間公司的盈利 是和中國全國的股票市場的盈利 大概一半 或者是和日本差不多這麼大 最主要就是 它們的盈利可以繼續增長 市盈率 你要看市盈率是什麼 就是看價錢 隨於盈利 它是否在這一刻 繼續上去 就是如果它在維持盈利 如果那個價錢 譬如那個盈利是升10% 股票的價錢升10% 盈利是 那個市盈率是沒有變的 最重要 大家要記得一件事 我們不是說 這些股票 或者這批科技股票 會不會繼續這樣升 因為有些人可以跟你說 我擔保會繼續升 除非它跌 最主要的一點就是 如果你已經有拿著這一批股票 而你見到市盈率 都不是特別便宜的話 你有沒有能力去看 或者去分析其他投資的機會 去想一下你怎樣 用你整個投資的組合 打散它 因為全部錢放在這七間公司 或者科技股 都不是一個長期的辦法 如果有一天 他們會有一個大的調整 對吧 過去這幾年 政府是給了新的渠道 給納稅的人士 去供錢入去退休金 特別是扣稅的供款 大家知道每一年 你的上限額是大概兩萬七千五百元 如果你超了這個上限額的話 因為你可能 你自己個人工錢入去 超了標 或者你僱主有分紅 分紅一部分 可能是入退休金的 那你自己是不覺 而是超了標 那稅局就會通知你 你超了標 給你幾個選擇 你搞定它 第一個選擇 就是你留的錢在裡面 而政府或稅局 便會用你個人的編制稅率 便會在你個人的稅上抽出來 同一時間 稅局會給你15%的財産 但你額外 超了標過一部分 便會加上你非購稅公款的順利 第二個選擇 就是你抽的錢出來 你仍然也是交你編制稅率的稅 交给税局 但那些钱是进入你的袋子 令你不用额外再抽钱出来 大部分人会选择第二个选择 因为可以控制自己个人的现金楼 时间差不多 下个楼在同一线上 再见 拜拜